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大家平时遇到多么不愉快的事情 来到这里 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这里是一个开心和快乐的视频节目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直播局 直播翻盘局 大家应该会比较好看 马上进入今天的录像环节 我们先看第一局 先看第一局是怎么一个翻盘的办法 这边选将的话 好多可以选的 比如说孙策灵统 比如说孙策路亢 比如说何太后已决 乌国泰不建议选 乌国泰在这里面好像是比较弱的 看看这局选个什么 这局来一首孙笨灵统 这里建议四血 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三血 就要抬杠 那你就三血吧 你看看能不能活下来 这边一号位 蔑视路飞 这种人素质极差 直接对八号位下手 那你就赢不了 我告诉你 直接对八号位下手 真的素质极差 又拆又顺又寒冰的 你看看八号位的爱丽 这游戏不能玩 说了就很明白 你这么搞 这个游戏怎么玩 那怎么推断一号位身份呢 说实话我推断不出来 我只能说他素质极差 好 这里孙前开万念 很正常 作为一个五国开万念 组织开团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法证直接出来恩怨 听说鼠无结盟 鼠无关系好 好个鸟 我就让你扛上一灵之火 这边一个万念下去 没有什么为我出现 这个人是非常的惨 我现在特别 我这局 我不说别的局 这局我是比较同情八号位的 也没办 赞标非位吧 说不定人家真机呢 是不是 好 这里孙权看见了鼠国的团长 直接陆拼 仗八都要拼 仗着自己有先驱 无所畏惧 好 勒布斯鼠也给 表示无所畏 我打死你就完事 看来他不是周泰 他是周泰勒布斯鼠 我估计是不给了 好 看了一眼 然后连这个人一起走 行 一起走 来吧 火杀 砰砰 能不能打死这个法证 打不死法证 反正你会很难受 主要是你打了半天 没打死 你打死就罢了 没打死就非常尴尬 这边黄英英出来救驾 这个法传长说 这辈子我都感激你 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将军 给你单输铁券 这里在法证贝勒的情况下 诸葛亮还去打无谢 说明诸葛亮手里必有黑 对吧 如果他没有黑 他就让你拆 这下就很尴尬了 王法 孙权这么努力 没打死 出席口上来说 孙权这么打 好像倒没错了 因为王法 对吧 这不打死 这麻烦很大 虽然说只有两个人 目前 但是他开了大也很爽 你看看 瞬间回复 四诀 诸葛亮月英 军斗杀罗做完了 这知识之笔非常关键 可以看五 也可以看这个 反正我其实特别想看看 这个人是什么 我就对他的素质表示极差 好 看一个旁桶 那只能亮 这里不要再有什么其他念想 他是官与旁桶 这出来就游戏结束了 所以这里不要有任何念想 直接 一装备 然后给五号暗号 大蜀国 你们自己掂量着 反正你们不掂量着 大蜀国出来就把你们灭了 对不对 这个人并没有想得量 看他怎么动 好 还好 他不是鼠 但是你该动也得动了 已经给你暗号了 看了一了 因为一如果是五 有人说一如果是五 你也可以这么打 不不不 一如果是五 我不着急开大陆 这个大蜀开的挺亏的 但是我是没有办法 必须要开 因为一如果是五 他不至于数额做大 所以还是可以忍的 但是明确一时数 才会出现这种特别紧迫的情况 欢迎开个五五是几个意思 不太懂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开个五五给后面人打无限 给 不是给后面人打无限 给自己打无限 这是什么样的迷之操作 给自己个人打无限 你挺厉害的 真的 你可真的厉害 这边旁统拿了一个梅花狮子 可以重入 反正无所谓 其实我不建议他拿梅花狮子 我建议他拿梅花杀 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不需要重入 要出杀 对吧 你有法证 然后这边朱尔亮 直接把这个人怼死 你也不怕他是属 他说我管那些 张秀说我也不管那些 他爱是群爱是属的 都不管 都挺凶的 你张秀和他说吗 你看都不管 反正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打牌 他不考虑概率 他就是赌 反正赌赢了 我就牛逼 赌错了 我傻逼 从来没考虑概率 也不分析反正 好了 大势不可逆 所以他猜孙权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再摸一张 摸两张 加收 让你收 让你收 那又怎么样 一号出来 你不还是死吗 你还能活吗 哎呀 难受死 这个张秀是必死的 这边一号出来 所以接下来就要我们两个人要二打三了 二打三其实很难的 路飞出来吧 挂个狮子 按杀人家一刀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弹卧龙 你只能弹我 因为亮了就可以弹卧龙了 然后再出来 伤一笛可怜奇百 然后呢 然后再炫祸把尸子弄掉 哎 这样你只能弹我 我不怕 关 这个人 这个人操作倒是可以的 但是素质比较差 就一下 能弹一下 试一下 能就一下 试一下 弹一手 从手牌去获得火攻 反正张秀必死 能破坏一张 试一张 火攻拍 这里有就可以救 陶其实没啥大用 你要是不想救就算了 估计他是没有了 目前这种情况下 要进行一个 二位三了 这边挂了一个无六件 让他杀我 有乐住了 国无险 好 我龙没咬 太舒服了 杀我一刀 这个局不能让这个庞统赢了 吃个桃子 开玩笑 开玩笑 如果你 你真的非要在有这么执意里猛攻八号位 那就随你 对不对 给九杀 九杀法证 九杀卧龙 反正都可以 你随便 反正总得 就九杀了 爱打中打不中 你也没辙 太实直出来了 太实直出来了 也没多厉害 哥 咱能别砍人王盾吗 行不行 你可这砍人王盾干嘛 你砍庞统 你不给他砍镍盘 但是你砍一刀总可以 他另一个样还不亮 我就猜测 有可能是周泰 当然只能说有可能 但是在我眼里 他如果不是周泰 这把就必输 所以就我只能当他是周泰 我只能当他是周泰 这里不给不给黑 拿第一不给黑 第二我要过牌 过牌才能赢 对吧 第三我就当你是周泰 你不是咱们就输 这里他们应该去打我的 就因为太实直如果没亮 他就算不是周泰 他也不是啥厉害的 好 这个人开始嘴炮 你管人家先打什么 人家就像蔡 也是你这队友 怎么打是队友 你看指挥先打谁 是吧 素质非常差 还搁着指挥 这猜是诸葛亮手牌吧 因为夏娥和 可能要击杀诸葛亮 看看有没有机会 果然是周泰 只能暴露 这里法证继续打我 你看 你看看是周泰老表 素质太差 我算我 我现在算明白 开局我说你素质差 打八块位 我可能还觉得 只是我一家之眼 但你后面这两句嘴炮 那我就证明了 你素质就是非常差 对不对 第一 什么先打孙闷 什么周泰老表 反正观众朋友们 你们自己琢磨 这算不算素质差 得游戏过也 都三打二了 还跟这闹 这里只能强杀诸葛亮了 能杀死就杀死 他们只拉倒 这菜词可以出来崩牌了 不要藏了 你已经暴露了 赶紧出来摸牌 这回合他不杀 庞总到可以理解 因为不送涅槃 送了涅槃 我可能就死了 送了涅槃 真的 我就有可能被炫祸 什么打死 不送涅槃 砍一刀就砍一刀吧 认了 现在主要目标 还是先击杀这个诸葛亮 好又来了 先打孙闷 这个人运气还不错 还摸个远交 开始给人讲解 泉水指挥官 你动泉水指挥官 最后都赢不了 最后都打藏在泉水里了 九 九就是六番了 是吧 铁技 铁技无所谓 掉个血 掉个血 刀不扔 就给乐住了 我跟你说 我的人品肯定天度 是吧 就体现人品的时候到了 人品差了 人就不行 拍呀 你倒是拍呀 你看 这人品好的原因 无中待牢 先刷一刀 我想看看他手里是不是黑 刷一刀没办法 那就只能开了 他不是 我主要拍他手里是个黑 先给他含明料 拍是个九 那给他拆掉一天 因为他如果不是黑 你反正再开也不亏 破坏手牌 不要取样那些装备 没有用 就要手牌 这个反正手里必有糖 都给他拆光 你看我顺过来一个糖 再炫一个 有没有 第二个再炫掉 他只在一拼 把你淘拳落霉 然后能不能击杀诸葛亮 看你缘分 重入 不要连 千万不要去连 没有什么好连的 你的目标是击杀诸葛亮 单一体 所以不要连 重入 换到一个南蛮 非常的舒适 这个旁统不愿意捏盘 你不愿意捏 你不捏才好呢 这个好子满血 周泰盖你了 你如果能把反正打死 咱们就赢了 咱们怎么打 决斗 拼 拼 周泰肯定不给 一张不给 直接崩雪 这个戒刀就很臭了 你借这慈雄剑 有个鸟用 你直接拿Q脸去拼 你看你用10脸去拼 你为什么不用Q脸去拼 这里倒是打的是对的 不要去杀旁统 保证法证必死 然后咱们稳赢 但是你借这个刀 是没有任何卵用的 你用Q脸去拼 手里两张杀 保证稳赢 稳拼赢 后续打的刀是对的 就是借那个刀是有问题的 没必要借 因为Q脸你稳定命中 就可以赢 对不对 你看旁统最后 你咋不说话了 说了整局 最后为何不语 所以说这局 你首先第一 你看见 楚国一定不要再藏了 你亏点就亏点 也得开大 给别人让号 而且你要主动去行动 第二 你后续二打三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去过排营 当然了 对面可能有人菜 但是正常 你翻盘局 翻盘 其实每次我做翻盘局 总有人说 对面菜 你这不废话 对面都是会玩的 都是我这样 你能翻盘吗 你给我打个翻盘局来 本来 游戏 它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 你但凡翻盘局 不说百分之百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 都是因为对面水平比你要差 对吧 这点你们都得承认 你不可能 就像我说那样 是不是 再看一局 我看看哪局 再看一局数过了 这个降面的话 肯定选山不科马超了 有人说你怎么开了个周式 那天有人点将 后来我也没关 开着就开着 有时候玩玩袁绍都市 也不是不可以 这边沙漠科马超 不过袁绍都市 到现在我都没玩到过 挺郁闷的 这边沙漠科马超 是个非常强的组合 这边法团长直接出来 中行金融民工 对ID就愿意算 来者可是缩头将军 这个局从法团长出来那一刻 我就在想要不要亮 理论上摸个刀是可以亮的 不摸刀亮不亮 就看情况 打到个孙奔 这个孙奔是什么呢 吴国泰 好的 阴魂赶紧帮马错了 不然生态了 那不行 趁机脱马 看来孙奔是不想要马 因为他想要马 他可以阴魂别人 他有狮子的 他不想要 回过血就浑身满血了 其实这里如果没有刀的话 可亮可不亮 但是有人跟我说了 你是一个主播 然后我就信了 然后我就亮了 其实我觉得亮不亮都行 随你 可能不亮是不是好一点 因为没有刀 算了 先把他砍了吧 只能先把他砍了吧 咋想 既然已经这个样子了 就先把他砍了 重铸重铸 找啥 保证至少砍一个 不然出来白出来了 你不砍一个 不是不是白出来了吗 对不对 你可闪着过 戏一击 曹丕出来之后 我就觉得我没有动的机会了 我没有行动的机会了 好 赤令好像出现过 然后直接亮 然后出现四位 加一个周泰 你看四位联动 先行动 加一个周泰 再加一个草坯 打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已经凉了 确实 我也觉得已经凉了 我一度就是想脱管了 但是那不是我性格 司马懿许楚 咱们先看看 魏国的将都厉害不厉害吧 五五丰登 这个五丰登的质量不是很高 好 被国诬陷了 一张也不提供给你们 虽然这个牌质量不是很高 但一张也不能提供给你们 司马懿断杀 也不知道是勇杀没出 憋着什么裸一呢 那我不知道 你还出不出 这边偷桃子去 好 没偷到桃子 我还给了法证个桃子 我记得 八五六丰 冰 其实这个冰是没有必要冰的 这个冰就明显看出水平不行 火候不够 你 你手牌不易出 你杀一刀桃皮 桃皮肯定第一是把我翻了 这个冰是不需要贴的 你先留着这个冰 因为这个冰是张杀 你知道吗 这张杀有两个作用 第一 你后续可以继续杀桃皮 或者杀群玉 第二 你可以防南蛮 所以这个冰是不需要冰的 因为你既然选择了杀桃皮 我肯定被翻 所以这个冰暂时是不需要冰的 你不要觉得好像无所谓 这一张牌 一会你看看有所谓 我当时直播就说这点了 就说这个冰是不该冰的 看起来好像冰对手 好像没错 我一说你很多细节不注意 你就很容易崩 这里灌尸符肯定是不闪的 你别说什么 他杀我出闪过个牌 你过个鸟 你过个牌就是个垃圾 你还过呢 你留个闪防吧 后面一堆人砍你呢 别想太多 他可以驱护张河打我 也可以驱护周泰打法证 不过我的建议是驱护张河来打我 张河要留小点 因为我这里是一个核心点 你去打法证 其实没啥意思 你可以 当然他可以在山沢皮再翻一个 至于翻周泰还是翻江维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你觉得谁厉害 周泰他不厉害 但周泰富江不知道是啥 那我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看来要驱张河了 不驱直接开蓝蛮 不知道你的操作是什么样 挺刺的 我说张河很可能就因为 刚才用这张杀冰我 他就要掉血 你不要觉得一血不重要 你不重要就不重要 反正血就是一点一点打下来的 你看这血是不是白掉的 他如果刚才不冰我 这血就不用掉 这血就不用掉 大哥 你吃桃干什么呀 不驱虎吧 手里还是个桃是吧 不舍得驱 爱驱不驱 你爱驱不驱 这里周泰开始顺 至于周泰其实打得很好的 你们可以看 这些周泰打得很不错 我觉得周泰也配上胜利 他先顺骗 骗到了无限 然后直接灵统出来移装备 本来这边是不想让他顺装备 但他灵统再出来直接移装备 也是给我移了个八国阵保护我 没有任何问题 给自己一段狮子 至于周泰打得很可以的 你们看吧 拆 你张河一会排就不够用了 跟你说 被打了一血排 我排还不够用 接下来的话 魏国肯定还是继续推我 但是他们现在其实是不太好推了 我跟你说 这里他们选择了翻法证 然后灵统出来移了装备 你看看他妈 你又掉一血 你别觉得杀不重要 你看就很多事 你就觉得杀不重要 张河白白的掉两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其他黑 有其他黑 他当时 不过他当时杀的一刀草皮 有红杀应该用胡杀杀草皮 你看你这回合去兵不就得了吗 如果你这回合很可能 手牌要溢出你知道吗 你多会溢出了你带兵 这抓个藤甲 你看这手牌溢出了吧 你甚至这回合拿藤甲兵都可以 因为AOE已经出了两个了 他们不过偷不到桃子 这里可以闪一下 这里不闪也行 闪不闪都行 我觉得 因为有个桃 反正至少也能过牌 因为他会把这回合吃这样 假如说你是两血 我就建议闪 因为你的闪可能够用了 就以目前这个局势来说 所以说你可以多过一张 如果是易血 其实可以不闪 因为你吃桃也可以过一盘 但是当时我判断 他们已经输出不够了 这驱虎肯定打我 我吃桃就行了 还好过了个桃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去打这个法证 去占个便宜 周太手里不是明九 你屈虎打法证 然后他把九给出去 拿九揍你们 张合急了 你别急 你自己也坑 结果导致没有打我 导致天度了 他如果打我 我吃桃过牌 有可能领土不得天度 那我不知道 好桃子炫掉 再炫掉 好开始猛喷 酒火杀 去世 喜欢装藤甲 你那回合不兵我 你现在三血 你这回合拿藤甲兵我 你就不会死 你三血 中一个酒火杀 还剩一血 就差这一血 死之不渝 对不对 当初不兵 南蛮不掉血 三血 然后这回合想兵 藤甲一兵 正好死不了 可能他想不到这些 这一下 魏国崩了 就没看出来 其实也没看出来 魏国有什么这么大的 崩的迹象 但是他就是崩了 崩盘就只在一瞬间 其实你应该把 斯马仪手领章牌 挑掉 他那张牌很凶险的 很可能是个陶 不过你这回合 既然没有输出就算了 如果这回合 你准备输出 一定要把斯马仪手 领章牌挑掉 斯马仪手领章牌 很可能是个陶 很大可能是个陶 这魏国都傻了 连顺都不再顺了 直接弃牌过了 好歹顺一下 正好我还有个陶 打不死 舒服 过牌 他们已经翻不了人了 他们现在 他翻不了 只要我出来 他们就崩了 这个局其实打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 周泰灵章打的挺好的 周泰灵章也表示 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他如果能赢 就让他赢 也可以接受 我们赢肯定也最好 这里他可以收割一大波了 把斯马仪那张牌一定要搞掉 斯马仪之前中坑的牌 很可能有 陶不知道 当然张和死了 有人说张和死了 他没救 但是没救张和 留着救陶匹 也都可以理解 总之被打崩了 然后周泰好像 也没有限制我们的手段 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行动 应该是可以收掉这几个魏国 他这个怡上 看他看他关没关兵 一上 那啥也没关 自己来了 朱雀雨战 直接杀群玉 行吧 其实你可以不杀的 其实这一刀没必要杀 交给我来杀 你这刀杀的话 觉得他是个九成本挺麻烦 我杀他无所谓 才不能办 他手里就算剩一张牌 他也闪不了 好 带走群玉 继续咆哮 把这个司马懿带走 把司马懿带走的话 这里我有个桃 能回到两阳雪 当然了周泰灵 可能有东西 他如果能赢 我觉得这个局 他也配得上赢 他打得挺好的 接下来呢 就魏国一定杀光 不给魏国任何机会 你们四个位都这样 都赢不了 对吧 你们还配得上赢吗 你们四个位 魏国四连洞 打我们三个人 然后还赢不了 谁也别怪 真的 这局你谁也别怪 你也别怪人家 你这种局 我跟你说 即便周泰输了 或者蜀国输了 你也别说人家打工 你也别说周泰打工 别也别说蜀国打工 没有打工这回事 让你们魏国赢了 就不叫打工了吗 这种局 你们就崩了 就赶紧昏流流走得了 就你们自己的问题 这张杀就没必要出了 留着五人 或者是防守 该杀还是要杀的 不管你是啥 这手里张牌的主要目的 是防止他去拆姜维 你知道吗 他如果就炫封牌 可能不太炫我 接下来还是很凶险的 因为周泰林同 法证有个9 大家不要忘了 是周泰给的 这里其实还是很难的 这个桃园好舒服 乐更舒服 看来姜维还是厉害的 这牌杀一刀过了 来个顺 可以 来个顺的话 把冠石斧顺掉 你别说什么 哎呀 你没有闪 冠石斧没用 但你要明白 他被勒了 你后续会有闪的 所以冠石斧一定要顺掉 这个马上还是很有用的 封住这个灵头 我冠石斧给他了 让他去揍这个谁 揍这个周泰 我留一个吴谢德了 反正这会被勒了 不然我就不炫了 我留两个吴谢 大汉之官威威 接下来两血的话 反正还是不保证一定赢 毕竟是周泰 加灵头 但凡有个小豹 你还可能要出局 这个法证挂了一个冠石斧 挂了半天 三上挂了一个冠石斧 扔了 我跟你说 这种其实就很容易毒牌 他三上 然后挂了 我给他挂 是我扔了两个闪过 说明什么 什么一定有桃 他百分之百有桃 不然他在干什么 不然他为什么要三上 你告诉我 所以他是一定有桃的 百分之百 每桃都吃剑牌 能跟你说这种 直接吃一 这里我打错了 我应该先炫祸狂鼓的 忘记了 找回忆去 这里应该先炫祸狂鼓的 好 打 还有啥 再杀一刀 还有什么 还有万剑 你看这个猪态可以的 很强 这个猪态很强 你看 法证 刚才扔闪现的没闪 是不是肯定有桃 那肯定有啊 好凶啊 还好 这个桃比较多 他也有桃我也有 他很可能还有一个 因为他万剑没出闪 之前也没出杀 对吧 也没杀周泰 没杀 没闪 只能是桃 恶入 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 故意留给我 也有可能 换 兵 兵给他 因为这位鹅 他中乐了 你兵没有用 所以说 兵给他 让他下额 还能兵住 这个周泰 你如果扔兵的话 就是有个好处 可以咆哮 但是我这得不咆哮了 我要吸血了 桃子可吃可不吃吧 我主要怕他天度 把法证给弄死 这个乐中了 然后下额再兵住 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继续吸血 把血吸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赢了 这个周泰的神装 也已经被扒掉了 兵住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对 不要拆 不要拆八卦阵 八卦阵我来拆 你不要懒 这个江维后面打的 还是可以的 还行 至少我们仨都很强 这是 我们仨都很强 是平时戏削之言 但这局 还真是我们 这里其实可以考虑把桃给出去 可以考虑把桃给出去 当然我桃流 就是救他主要有收益 你知道吗 救他我可以 可以摸牌的 摸两张 但今天 我们仨都很强 还真不是戏削之言 你看看我们 我们仨是不是 确实都还行 把这个卫国 怒怒的干碎 其实周泰是比较值得尊重 我跟你说 换成路人 大部分玩家 他一看你数过 把竹国泰杀了 他就不好好玩了 他直接投降 直接让魏国赢的 周泰 第一认真打 第一人家 第一认真打 第二人家也确实打得可以 这就吸血就行了 结果他死了 梅西藏 无力回天 无力回天 你已经尽力了 这把军功 这张上有你的一半 这种打崩 其实是打崩大国的局 还是很爽 很爽的 看了一把蜀国 一把吴国是吧 再看把群吧 我看看这把是不是群 对 这把是群 这把选了一手 假许蔡文基 这把后面 打到后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比较争议的话题 或者打法 一会看看 当然不是我是别人 但是我可以给出大家 我对这种看法的见解 好 这里 五哈位 一杀一杀行吧 一杀一杀一刀 一致 不是你这个人会玩吗 人 司马 开吃令 难道不是应该按着开吃令 然后自己摸一张量吗 有两种可能 第一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第二 你吃令是刚摸的 刚摸的 就是 为什么说是刚摸 因为他先选择量 然后 新摸的牌里有吃令 他这样导致我抢 我的手量没了 本来手量是我的 他们样 那我肯定不帷幕出来了 那我帷幕出来 我亏一张 如果你不量 我抢手量 那我见代亏一张 未来我可能赚四张 是吧 这一看啥 大位是吧 还行 这把这个局 至少不是那种 一看四个位不想玩了 至少现在看起来是 两位 两无 两群 一属三位 看起来能打 但是依然不好打 这个司马一草皮 执法钓鱼 直接把这个奖金翻了 我不知道奖金什么样 反正反正你要弱 你就 你就还手 他很可能是执法钓鱼 你要强 你就可以考虑不还手 登举出来 早做解放 这里他看了我 他估计就要翻我了 他不看有可能不翻我 他看了必翻我 因为路人很害怕 假许的特别害怕 群立夏侯顿 这里直接出来了 他已经看过了 你看藏什么 手一张牌 手一张牌 蔡文基又不是不需要牌 这个奖金呢 是肯定活不了了 当然选奖金三血的这种成分 也不用多说了 孙天并不用选择卖血 看起来不是僵尸猴 因为他如果是僵尸猴 他肯定要卖血保杀的 因为僵尸猴杀肯定更重要 血的不重要 对吧 这里有槽一定要救 一定要救 因为这样和阻止 魏国去集火 他们还得去打奖金 奖金可能有闪 会浪费他们很多操作和牌 这里有槽一定要救 不要贪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我有我逼就 你不要让他驱虎 就这么简单的打死 那也太容易了吧 眼看着魏国三打五 变成了三打四 但是三打四应该是更简单了 所以他说挑战帷幕 我黑了盖着他看不见 挑战吧 不挑战你也得征换了 你也不可能顺寻欲吧 混上 全混上一起打 江维来个厉害点的吧 这啥破玩意儿 看见这玩意儿 我就觉得凉了 这玩意儿有啥用 给这摆 硬摆是吧 摁摆 掏刀杀张辽 只能先欺负张辽了 但是你能欺负寻宇也行 反正没什么捕牌空间 乐没啥用 摆给乐就乐 但是你也不能跳乐 跳乐被顺了更亏 所以你就乐他得了 耗他一张红茶白了 这个 这个鱼姬这会儿 直接弃牌过 那我觉得 更不用玩了 你直接给人弃牌过 当然了 可能受限于他的武将 他确实只能弃牌过 比如说他是张角 比如说他袁绍 比如说他是邹氏 那你确实没啥办法 那你惯不得他 这里只能看黄盖猛不猛了 就顺 交无限 交无限 我觉得都没必要交无限 一大堆牌 顺交个无限干嘛 这一个顺 骗出两个国无限 我就血赚 真的 是我 我是绝不交无限的 有啥好交的 好 这就是巡运特点 巡运这个将 经常会坑自己 为什么 你想一想 这是如果是个别的将 必然防九杀的 因为黄盖明摆着两张杀 两刀 但是就是因为他是巡运 他不可能防九杀 他为了多摸一张牌 所以中九杀 最后吃亏 一血一排 等于多掉一血换了一张牌 所以有些武将 很容易让你去丧失一些理智 最经典就是标陆迅是吧 左兵队友 张文远 右兵队友 对右兵袁术莫等钱 这货没有杀 没有杀 扔两个闪 一个刀过了 说明什么 肯定大量的桃子 这就来了 又开始了 又觉得挂闪链无所了为 我们有司法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说连拼你们两个人 你们是不是司法 还得赶还得浪费牌 每张牌都很重要 你别觉得不重要 喜欢挂闪链 也不知道你 就看不见贾许是吧 闪无影无动 在消耗中 他慢慢被消耗掉了 可能徐一会就死了 不过张聊可能有桃子 皇宫 拍 大哥你不换吗 一个破杀也不换 留着干嘛 你想杀谁 你能杀到人吗 你是庞德吗 你不然你能杀 你杀逃逼吗 有什么用 刀挂上 表示 等邪命中间 但是可以挑衅你 他说挑衅 我就杖八拍你 你挑衅一下吧 姜维 总该挑衅一下了吧 不能老鬼着滑水 是吧 吃个桃 小张聊 不要怕 好 可以 不亏 这个张聊 明摆着就等劫命 真是大嘴 出来存牌了 他出来的意义 就是想做存张牌 他倒没别的意义 然后发现有桃子不想被偷 直接扔了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行 没有你 草皮又断杀 草皮手里全是桃 草皮装了个加一可太好了 队友杀不到你了 张聊可以杀到你 他也有简易 他并不想杀草皮了 觉得再杀草皮 已经没什么前途了 翻来翻去就打不死 将未来的得亏家许在你前面 那是啊 幻变迷宗 幻变迷宗 虽非鸟 一南密宗地 好 回血回血 全回血全回血 不让摸 不让摸 驱虎敢吗 不敢 聊神 你看重炼了吧 你还得用张牌去改 你看你还得用张牌去改 这里你只能杖八去杀逃逼 寻遇才能不死 你如果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你们也没逃了 杀杀去的都靠光了 你就算杖八拍出去 杀了翻了我也打不死 那这样的话挂加一 乱世之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杀袁绍 这看不见吗 还是说怕我袁绍死了 我乱射 搞不懂 反正那你去死吧 一刀剁了 只有靠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袁绍进攻 这个牌是不是打开局面了 这个牌啊 我告诉你 司马用杀去改的 手里B是一张桃 百分之百是一张桃 包括我之前分析的 他杀防乱武的 然后被闪电逼出来了 手里那还B是桃子 所以你不要想着去什么南蛮 灌火弓去打死司马 绝对打不死 我就告诉你 百分之百打不死 所以冷一下 你这两点输出 是肯定打不死司马逃避的 而且你中间 还有可能会被反馈走 淘酒或者某 另外一张进攻牌 可以忍一手吧 看看情况 拆加一 你要杀他吗 行吧 其实我觉得 拆八卦阵好一点 留一张牌 这加一真没必要拆 你杀这一刀又不敢用 又杀不中 有啥用 是个桃子 聊神中兵过不了 好 看能不能摸个杀 把这个聊神带走 先 我说司马逃避有桃 你看是不是桃 就该救救了 不要买 不要乱卖队友 没什么必要买 背 回血摸牌 白银狮子回血 我只知道 我这回合不想开南蛮 觉得开南蛮 也没什么鸟用 直接把他杀了得了先 杀了后续看看情况吧 姜维肯定要来搞我们了 他搞就搞了 杀完以后发现 好像鱼吉也不怕被翻 手里牌比较烂 就收的牌比较烂 如果能趁机加四马一些 也是好的 四马这时候肯定不愿意卖了 因为翻鱼吉没什么用 他自己不想掉血 这时候楚国和卫国要开始自保了 我跟你说 所以说他们并不 并不会什么同心协力跟那配合 这挑战为目 但好像无所不影响 南蛮不过把姜维的杀也耗了了 慢慢狗一狗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主要我还是蔡文姬 所以可能还是我队友先子 他们对面这两个将是不愿意吃菜的 火攻来压我血 这也是个会玩的 他不能让我这么舒服 他去压鱼吉没什么意思 他火攻来压我血 我跟你说 这两个人都想要对面吃菜 曹碧和姜维 这里我跟你说 如果九贯深声打死姜维 我们就赢了 我们有换 我们都凉血 状态也还可以 但如果打不死 我觉得就凉了 不说凉吧 反正就基本上很难很难赢了 非常非常难赢了 几乎就是处在死亡的边缘了 有朋友说 你最后万一赢了呢 不知道怎么赢了 你看呗 杀一刀 换料 挑 这就肆无忌惮挑了 你作为一个假取财云机 根本就不可能有杀的 你也别想 而且我手里明还明眼 风调与顺 接下来姜维是很不乐意的 因为他被群雄击火 司马曹丕没被击火 那么司马曹丕很乐意 姜维不乐意 但他好像无可奈何 对吧 他毕竟比较弱小 这个曹丕是会玩的 想把我压到易学 然后利用姜维易学 狗笛跳墙来吃菜 这样他获得渔翁之力 他并不去打这个渔笛 这个人也很坏了 这时候就不要去杀姜维了 你如果 我跟你说 这时候如果你杀了姜维 首先杀不死 你看一下姜维上尾和的气牌 肯定杀不死姜维 你这时候如果再去杀姜维 姜维必吃菜 那么你就很难打了 这时候你不杀姜维 去杀这个曹丕 那他肯定不愿意吃菜 对不对 又没杀他 他吃什么菜 所以这里 就算杀曹丕杀不动 也是杀曹丕 绝不杀这个姜维 绝不能杀 姜维手里第一有闪 第二 你这时候不能去挑剔这个纷争 但他运气不错 找了两个桃 找了两个桃之后 他就开始回复了 他也不挑衅了 他说我被揍 我不乐意 我不能挑衅再被揍 这他九杀肯定是打不中的 其实我 其实我不建议他九杀 这个姜维 你应该九杀曹丕 让曹丕变成激活脸 这样曹丕 姜维一旦进行自保 那么曹丕就会不乐意 好 顺八卦 这时候不攻击姜维了 攻击姜维已经赢不了了 我因为我胜易血了 你攻击姜维没有用 所以转而目标 攻击此满意 爱达达地 第一 我本身就有寒冰念 第二 说实话 没寒冰念不会攻击 你爱烦不烦 就这样的话 姜维他不会去吃菜 你知道吗 你别搞他 好像老想吃菜的样子 你知道吗 姜维开始自保 好 姜维已经两回合没有挑衅了 你注意 他已经两回合没有挑衅了 因为现在被攻击的目标 转化成司马曹丕了 不是他了 所以他不愿意再去通过挑衅来 他不愿意通过挑衅再拉仇恨了 但是此时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 其实也不奇怪 我倒是觉得很正常 因为从姜维一开始被击火 到姜维吃两个槽之后 我把火力引到司马曹丕身上 姜维开始不干活了 此时司马曹丕不乐意了 说刚才你爱揍 我乐意 现在我爱揍 我不乐意 我翻你 那么接下来要讨论 就是司马曹丕这种打法 是不是对的 假如说司马曹丕继续跟群凶缠斗 以群凶现在的态度 你司马曹丕很可能要赢不了 那么司马曹丕表示 我就把炮火转向你 你去死吧 你死了 我收拾 我再收个拳 我哪怕吃了菜 我单挑袁绍鱼籍 我也有机会 那么你们觉得观众朋友们 你觉得他现在的做法是不是对的 既然你转火了 我们也乐意 我们乐得去杀这个姜维 我们还在杀你有什么意义 留着姜维姜维出来不还是揍了 挑衅都不会用 他两回合没有挑衅 就是不想让自己再成为战火 那么就惹到曹丕的众怒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争议的话题 他来个什么 你不吃菜 我为什么不看戏 不是你好奇怪 为啥人家要吃菜 所以说这就是蔡文基的战略价值 都不想吃菜 你没杀 你可挑衅 你不挑 好 急火 司马朝逼说实话 因为他急火掉姜维在帮我杀了 即便吃菜 他还是有机会的 姜维就因为两轮没挑衅 死冤不冤 你们也评价一下 他死到底冤还是不冤 接下来我们不是稳赢的 虽然有一个换 但是曹丕这波收尸 可能会有一波小暴 然后 这里其实不应该杀的 那缓一轮 这样杀其实很危险的 因为你杀他两回合砍我两刀 很可能要挡不住 用一个锦囊骗出换了 然后两回合砍我两刀 我可挡不住的 看他有没有锦囊能骗出换了 有火攻可以骗出换了 那两回合两刀 我就死了 我死了 我断哪个 断司马懿吧 他收尸 你如果断司马懿 他就收尸一身神装 你如果断曹丕 他胜死马懿 袁绍也打不过 所以你断谁都很难受 这里袁绍最后一张牌 如果不是桃子 我觉得司马懿曹丕就赢了 就裸摸的牌 不是桃子 他就赢了 所以说他这种打法 你从结果上来看 包括从过程上来看 我觉得反而是正确的 因为他成了几乎 我们将为很舒服 这也就得亏袁绍 神抽一个桃子 真的神抽一个桃子 不然司马曹丕已经得逞了 然后我手里正好还是个桃源 这里把我们盘活了 这样的话 司马曹丕已经裸奔了 桃源一开 我觉得我们就能赢了 这里你想杀 杀一刀 不杀也可以 我觉得杀了 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都回血了 还有一个换 不慌 他已经没有牌了 所以我们不怕了 他已经没有牌了 我们有一个换 所以一点不怕 完全可以挡住他 我说真的 司马曹丕就是在 姜维两回合不挑衅之后 第一固然有火气 第二他这种打法 反而创造出机会了 不然他成几乎目标了 姜维不是几乎目标 就这个几乎目标成为一个转换 当初袁绍要不是神抽那个桃 他其实已经赢了 因为他把我杀了以后 他吃菜 我断什么 我断司马一人神装 断曹丕 你司马一能打袁绍 打了血袁绍吗 所以司马一 这里翻出这两个桃酒 他已经凉了 打不下去了 这个政治局曹丕袁绍已经 不是曹丕司马一已经没有办法了 其实他也是没辙了 第一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司马一和姜维之间两者的关系 到底他们两个人应该怎么打 都不愿意吃菜 都不愿意吃菜 就演展出第二点 蔡文基在国战里的战略价值 是非常之高的 这个局但凡不是蔡文基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肯定会进入一个三人局 而且群雄的迎面进入三人局 是非常之低的 也挺有意思的一局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还有时间再看一局 我看看看哪局 今天没有卫国录像 确实今天没有卫国录像 随便看一局 看一局短的 这局可以选沙漠科关羽 也可以选寻游寻语 都很强 看你自己 看心情 这玩意儿看心情 纯看心情 你看在想是吧 想一个沙漠科关羽 老沙 威震华夏 那么问题来了 威震华夏到底是沙漠科还是关羽 挺回答 这个牌很好 但是七号位也算了 七号位还是老实一点 规矩一点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 七号位你没有什么资格去 去讨论什么 到你出牌如何如何 你不配 人家前日卫才配 将奖费这里 直接省个手量 可以吧 伪装自己是庞统判定摸牌 出牌 行了 你可以晾了 不晾 硬装是吧 人王盾也不要 那你就装吧 人王盾不要也要去打 蒋飞这个刀 其实可以给他 刀没有用的 你留下方南蛮的 即便你是庞统 你也不愿意涅槃 对不对 你是庞统 你愿意涅槃吗 你可是也不愿意 要方南蛮 这刀有什么用 这无流箭有啥用 一点用都没有的 还不如要杀好了 好 直接逗你 他看了一眼 我去逗这个奖费 有点勇气的 有可能看见鼠了 有可能看见魏了 我猜测 给他勇气吗 这个人呢 据一驴 他也取下奖费 不知道他是魏 看出来身份来了 还是别的势力 没看出来 二号的身份 都有可能 因为路人不看奴障的 很正常 你别说你们看出来了 你们看出来路人 都不看出来很正常 不太正常不过了吗 铁锁连环 不是 怎么都是胃 这么多胃吗 我不信 反正肯定有胃 但是有点太多了 好 这边是个蜀国 出来报仇来了 你抱个鸟 是你这破将 你快拉倒吧 随便砍砍得了 不会砍中了吧 竟然砍中了 你敢信 还能长飞刀 你看砍中了 还能长飞刀 非常的舒适 拼尿一张 可以 到我和鸟亮不亮呢 我不想亮 我看这两个队友太垃圾了 连个王法也没有 还这么垃圾 亮什么亮 白给亮 自己打去吧 除非给我什么特别好的牌 什么几个刀 什么的 抱一拨 不然真是不想亮 但是黄云庞统亮了 表示不行 你必须得亮 你不亮都不行 行吧 那我只能亮了 大鼠开团 说实话 看见黄云庞统 倒是坚定了一点信心 这两个 另外两个队友 简直就是白给 黄云庞统给了我信心 那我必须要亮 这里捆就捆吧 他并没有去捆三 他可能觉得三 可能是位吗 他二也可能是位 二不是可能 二必须是位 好好是个国家 这里肯定亮了 队友都亮了 先远交啊 可能出刀的 没刀没刀就算了 没刀九杀下架了 最好打死 打不死也没办法 金锦绝杀 布下移成来了 有可能打不死 打死了吗 桃子 哇塞 那只能挂个顿过了 囤武装 对吧 灵筒是什么 坏了呀 炸了呀 炸穿了 而且三四还没动 很凶险 他先挂狮子 是想移狮子回血 是吗 这里无蟹 交不交都行 反正 我交了 你看这个烂 无六剑还卡我 他喵的 这真的是过分 你说你挂个无六剑 不过无六剑 马上可能就没了 他要移狮子回血 还把我闪拆了 起锁了 本来杀了一刀 我还在木二呢 但他没杀 刘备 这个烂无六剑 快死了 刘备还可以 有先驱发发牌 还行 接下来的问题 就在于三四厉害不厉害了 你给点正经玩意 这啥破玩意 九杀 一层可以拆一张 没办法 他打后面的人打不死 要不然你打后面的 只能杀这个灵筒 打后面的一个三血 一个狮子 你也打不死 所以就杀灵筒得了 拆就拆一张 还行 我手牌不是很好 几张破黑杀 杀掉 然后再给 他并没有先发牌 而切刀了 因为你先发牌的话 可能后续就发不了了 他每个人只能一次 他肯定还是想尽量 去合理去分配牌 兵筑代劳 行吧 你发完牌 你也差不多了 交代吧 交代后事 作为刘老板 白立成脱姑 吃令这张牌 绝不能扔 因为现在我们处在 非常危急的时刻 你如果交了吃令 对面一人摸一张牌 很可能炸 你别小看这两张牌 所以这里吃令 绝不能交 唯一考虑的可能是 可以考虑丢账吧 不贪的话 留杀房 满满 别的其实没啥考虑的 吃令是绝不能丢的 对面很可能就因为 两张牌 把你们打爆 张河偷 看要偷谁 要判定 偷刘备 看来要击杀刘备了呀 觉得刘备是个闪是吧 还是说压根没想到 守城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去偷刘备吧 要击杀刘备 刘备是肯定活不了了 没前途了 就看黄云跟我了 黄云毕竟有庞虫 还是不慌的 吃满满 又是一条好汉 袁绍 这什么东西 完了呀 还得靠你啊 庞总 真的 袁绍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样的 果然是魏国 带王看我的 刘备是肯定保不住了 他们愿意救救吧 反正我是救不活的 救一下 不能让你轻易收 国家卖 国家还会给的 根本就救不活 算了吧 我觉得 别救了吧 别救还能分担点伤害 是我我就不救了 因为国家肯定给 必死 救不活算了 别想那些了 老老实实 保自己吧 还救 还救 你是不怕死吗 欢迎 欢迎说我不怕 你怕不怕 现在 你看 被人家骗了吧 人家用陶 人家先不谅周氏 你们出逃救刘备 然后导致旁统死了 这才是罪亏的 本来旁统死不了 所以血亏 袁绍周氏这一首声东击西 直接骗掉了旁统 让旁统进入了落凤坡 现在你很尴尬 刘备一死 你旁统还得死 桃子全交了 就是个刘备 就是无理洞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这里 袁绍放南湾 我并没有出杀 说明我肯定没有杀了 肯定没有 不可能 不然我凭什么不出 我还憋什么呢 所以这里我是一定没有杀了 他这里防止裸奔 把狮子顺了 所以当初不该救刘备的 因为有国家给牌 必能射 所以你就不活了 你这样旁统死了 是特别亏的一件事 本来旁统是不死的 对不对 这点非常重要 旁统死了 直接被人家盖了 这下炸了 但那个案件出什么 我觉得都炸了 这里国家已经不卖了 确实没什么卖了 好 袁绍 不拿自己当人 去打人家国家 素质极差 觉得那个人可以把我们都收拾了 直接去打国家 行 你这排序也是没谁了 哎呦 看这个人是什么 这是什么 完了 我跟你说啊 这里大家注意啊 按照日常习惯 双雄 炎良文丑 是不敢决斗关羽的 这里一定去斗关羽 关羽刚才南班没出杀 你必须要认真看 必须要认真看 而祝荣 而祝荣和甘夫人 反而有可能有杀 真的 因为他没有闪 你知道吗 因为放外面的时候 他没有闪 他反而有可能有杀 而关羽已经明确表达 没有杀了 所以毕决斗我 这就是细节 不要因为我是关羽 你是炎良文丑 就腿软 你看他逗谁啊 好 他逗这个祝荣 然后祝荣说 我都是杀 逗吧 来 还手 好 还手 所以打牌 不要想当然 要仔细看牌局 要仔细判断 你想一下 我如果有红牌 袁绍放南班 我有什么理由不出吗 我有任何理由不出杀吗 我憋什么呢 我憋桃子吗 我憋桃子 你觉得我不一样的吗 你非要去决斗这个祝荣 然后被人家反杀 顺 不让顺 而且你事后在 你看这个人也是 就他跟他犯了一样的错误 就是关羽必须有杀 关羽就不能没杀 那关羽怎么就不能没杀了 他跟他犯同样错误 你说假如这里我要没有酒 是不是本来双雄给了机会 原始祝荣 你又把机会送回去 你这个南班打谁呢 这五张牌 五张牌 你打谁呢 就算咱们再退一万步 就算我有杀 你出个南班 你逼我杀有什么好处的 而且我杀可能是关键牌 所以这就是同样的错误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赤令非常关键 这个赤令没有让袁绍和双雄多拿牌 一三距离一四距离 能不能启动 他还真没杀 行吧 但是你让我动不好吗 行吧 阴差阳错 射死过家 然后我还没死 但是就是你们要判断 我是没杀的 反正 两兵器吧 好 他是没闪的 不然他会防猎刃 肯定是要防猎刃的 这里一刀下去 如果没有淘酒 他就死了 如果有淘酒 可能有危险 有五谷 那避开的 因为开了可以过三过四的 那避开的呀 闪拿了 然后过三过四 基本上赢了 如果能过三过四 那又不只是砍一刀的问题 可能就回血了 还有斗 好 我有杀了 我终于是关键了 我终于可以斗你了 我可以大声的喊出来 我不怕决透了 来斗他 证明你是关键 这回他跟我拼杀了 拼吧 这回你是不可能拼了 其实大家打牌 主要还是看牌局 不要印象流 不要觉得有些武将 什么技能就怎么怎么样 你自己要分析牌局的 两兵器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真的 这一局差一点 双雄给了机会 然后又被 祝荣把机会送回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 看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